用声音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所以开头和结尾不是很完整 但很幸运 主体部分的内容依然是完整的 而且我觉得肯定会给大家 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 那闲话少说 请收听今天这一期节目 我先说一下就是 为什么会要录这期节目吧 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期节目 叫做数字生活中 躲起来的父亲 其实那期节目讲的 更多的是说 那个母亲在生活当中 承担了很多数字劳动 类似于什么买这个买那个呀 什么在淘宝上面 给小孩买东西 或者是报课外班 或者是跟老师联系 全都通过数字设备嘛 然后父亲在这里边 角色是缺失的 对吧 这个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们想到日常生活中间 大家对于丧老师与儿的 很多抱怨嘛 很多男性他的回机会是 那我没有办法在家里面 对吧 我得上班 我得在办公室 我得出差 但其实这些数字劳动 完全都是他 不一定physically 不一定身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都是可以完成的 对 所以那期节目 下面的评论 讨论的就特别多 就有一些母亲 或者是女性 就声表认同 然后有一些男性就说 那本来女性就一直在刷刷刷 她也不工作呀 就是什么什么 反正这种争论就特别多 但也有男性就会说 家里边就这些事 都是我干的 就是也有一些 然后就会有女生 又跳出来说 你不能代表其他人 就总是有男生 就是not old man 对就会有这样的人冒出来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那个基本上 还是在讨论母亲 以及为什么 好像到了现在这样 母亲一边工作 一边还要承担着 所有这些 跟家里有关的事 但在那个讨论当中 我觉得父亲的讨论 是缺失的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你们 在做那期节目的时候 你们的标题叫做 数字生活中的父亲嘛 那其实最后反映出的是 父亲的缺失 其实这个在学术的研究里面 也是一样的 是完全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是吗 对就在一开始 特别是在20世纪 中砚的时候 在学界讨论父亲的角色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通过他的 就是在当父亲缺失的时候 反而是引起了重视 这个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今天就 把李轩老师给请来 其实也是因为 你研究了很多 跟父亲相关的东西 感谢许唐老师的邀请 所以你最开始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研究 其实你是想要从中国的过去父亲的角色 然后一直看到现在 是这样的一个慢络是吧 其实我一开始的研究 没有想的这么多 因为我本人的学科背景是心理学嘛 心理学是一个 其实很去历史化的一个学科 也就是说他主要关注的是 现在情况是什么样 我们能做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等等等等 当然他也有很多的学科 假设就是也是一个去历史化的 那可能现在的行为跟过去的行为 都是有一套非常以贯之的逻辑所支撑的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心理学里研究的历史的东西 不是这么多 但是对我来说 因为我自己的兴趣 主要是放在中国的家庭里面 那么在讨论中国家庭的过程中间 因为大家也都很有感受 就是社会的变化是很快的 太快了 而且家庭的生活 极大的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所以你去讨论中国家庭的生活 或者是亲子关系 或者父亲角色 母亲角色 儿童发展 你是不可能去脱离大环境去讨论的 然后那么讲了大环境 也不可能去脱离 它的历史发展阶段去讨论 所以在我自己的研究中间 是被迫的去采取了一个历史的角度 对就是自己在研究中间 其实很经常的一个困惑是 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历史学家 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 已经做过这个历史的东西了 但是常常在文献里面 是找不到这样一个历史的梳理的 所以我自己在研究中间 不得不有的时候是假装半调子 去看看那个历史的材料 尽量的去按我自己有限的能力 去理解和去梳理一些历史的变迁 你拿的一般的历史材料会是哪些呢 像我当时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的 因为当时是想看说中国家庭 至少是在近现代史上面 我们平常讲的一些大的变迁里面 是怎么样反映的家庭生活中间 然后又是怎么影响到孩子发展的 那么我自己做的研究 其实比如说有一篇论文 是讲这个家书家姓 这个当时其实想的也是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间 能够记录家庭生活去测量它 去评估它 这样的途径是很多的 我们可以有录音 有录像 有采访 我们可以请研究参与的人员 来填文卷等等 或者直接去观察 这个都可以 但是在历史上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 我当时就在用我非常有限的想象力去想一下 那当时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不可能穿越时间过去 回去给他录音去采访 当时能够想到的历史上的面包屑 其实我就想到说 那是不是有些文本的记录 能够记下来 我自己尝试过一些各种各样的历史材料 当时都很不成体系 比如说看一看当时的一些官方的记录 当时一些媒体的记录 报纸上是怎么描写和报道的 不过那些总让我有一点点隔靴搔痒的感觉 因为能够登上 比如说官方媒体记录 或者是公众的这个记录的 其实还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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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少数了 更多的是一个偶然 而不是一个常态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 有没有一些是可以 是家庭自己生成的一些记录 对他们家庭生活 对他们的这个父亲或者母亲角色的记录 当时我就想到说 那可能书信是一种 是一种真实生活中间的记录 然后其实这些材料 我当时找的也都是 日常生活中间非常便捷的一些 比如说马上就想到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曾国藩 或者是傅雷 这些都是就是机场书店里 都会有的那些材料 然后当然我当时就去找了 比较好的版本 去看这个父亲给孩子 他们的通信 因为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 用一个文字版记录 他们当时的一种一种对话 对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是生活 真实生活中间的真实材料 去找这些 其实也是想看说 这父亲角色在那个时代 是怎么被构建起来的 是这样的一种目的 对吧 更多的是看 父亲的角色在那个时代 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表现出来的 对因为我们自己 怎么构建出来的 其实很难说 这个需要去更多的去分析 对构建的这个事情 可能就是 如果是中国人 一下子就会想到 就是什么 那个父父子子 津津津津津 那叫什么三纲五常 这些东西 对作为中国人 我们很经常会想到 这些刚常伦理 这些儒家的这些伦理道德 写在纸面上 那可能作为现代的 可能比如说西方社会的人 他马上能想到的 第一个是政策 对吧 这个是另外一种构建 不过当时我也没有想 就是说 就是去看这个材料 本身他 他能够反映的更多的是 他在家庭生活中间 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看他什么样子 然后后面再去分析 他这个可能 构建了他父亲角色的 有哪些因素 我来猜一下 因为我感觉 说到这儿 可能听众也会说 父亲的角色 其实在中国还蛮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然后你来说 哪里不一样啊 首先我可能想象到的 他应该是更加自认为 或者是在社会上表现出来 一定是一个家庭顶两柱的角色 然后他是要表现 严肃和权威的 然后他是希望能够受到 无论是妻子 还是自己的孩子的 尊敬跟崇拜的 然后他很有可能 他不会像那个母亲那样 去焦重溺爱孩子 他可能表现出来的 更加是严厉的那一面 就我不知道你在分析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看到的东西 的确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大家就在传统观念里面 对父亲的一个期待 就是一个严父的这么一个角色 当然如果我们去看 这样的期待 它和很多观念有关系 包括我们是怎么理解 代际的关系的 就家长和孩子的关系 首先这有一个维度 对吧 首先家长对孩子 就是要有权威的 那么在家长中间 这个男性的家长 他又反映了他男性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男性是 首先是远刨除的 你说在古代 对 就是在传统的观念的期待里面 君子 对吧 就君子作为理想男性的 一个标杆 是不能搞搞这些产米油盐 天天就是被困在 这些琐事里面的 所以它是应该是 跟这个日常生活 有一定的距离 当然这个距离本身 它也有一个目的性 那就是来塑造 这个代际之间的权威 所以这两个 其实是方向 是非常非常一致的 就是这种男性作为一个性别角色 他脱离家庭生活的琐事本身 脱离那种对孩子的 比如说身体性的照顾 给他喂 给他吃 给他穿 这种脱离 其实又是另一种意义上 增加了这个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种距离感 反而又是一种 帮他塑造权威性的一个途径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间 可能我们自己做家长也都有感觉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间 这些非常贴身的照料 是比较能够塑造亲密性 而不是权威性的 对对对 而反而是那个 跟他有一点距离的人 孩子会更加的害怕一些 就包括孩子 也是更害怕老师嘛 对吧 而不是害怕家长 就其实那个 在大家生活中间参与更多的 确实会有一点点的 消解权威的这样一个倾向 这样子 对对对 那回到刚刚说的 就是你的书信差不多是 一直追溯到什么时候 我当时其实想的非常简单 主要想看的就是 近现代史上的几个大的转折 近现代 然后所以我当时没有再往前去追溯 当然这个主要原因也是 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因为真的要做 那个非常好的历史的研究 那真的那种史料的追溯 是在我能力和训练能力之外的 所以我就看了这个 近现代史上几个 比较剧烈的转变 那么我当时选的就是一个是 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 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 当时也是发生了所谓的家庭革命 然后第二个转折点选的是建国的时候 然后建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时间点 因为这个社会主义的系统的建立 其实是帮助大家重新划分了 公领域和私领域的这么一个边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父亲的角色经历了很多的 也经历了很多的转变 然后这个时间点的选取也是 受到看到文献里面 讲一些其他的社会主义 或者是后社会主义国家 他在这个转型中间的一些体验 那么第三个转折点选的是改革开放 这样一个又重新全面的拥抱和进入国际市场 这样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当时根据这三个时间点就选了 他们周边的四个时间段 分别是第一个大转折之前 我就选了曾国藩作为传统的这么一个代表 然后在清末明初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这个时间点 我选的是梁启超 当然都是比较好买的这些书 梁启超的家书家行 然后后面在建国之后 我选的是傅雷 然后改革开放之后 书信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难找 一个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私人书信 大家可能就是当事人都还在世 就可能还没有发表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 后面大家就有了现代的通讯手段 就不再是写书信了 就他这种文本的留存比较少了 所以我当时选了两位父亲作者 一个是上海的作家梅子涵 一个是北京的作家肖富星 这两位父亲他们自己写的 自己怎么在改革开放的 这样一个大潮中间育儿的经历 他们的自传性的书写 所以我当时大概是选了 这么样四个时间段的材料 想得到一个相对来说 至少是比较笼统的影响吧 然后呢发现一些什么 我当时发现了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四个时间点的父亲 其实他们都带有很强的时代的特征 比如说像曾国藩的话 哎呀我真是非常的 我对他真是又爱又恨 一个是你看到他给孩子写的那个书信 你就会有很强的压迫感 我先说爱他的这个地方吧 因为这个人他非常的强迫症 他又很爱写 所以他就留下的材料非常的多 而且他很成体系 比如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给孩子写信的时候 他还会给他父母写很多信 所以能看到他作为儿子的角色 他会给他的兄弟写信 他会给他的孩子 主要是他的两个儿子 就是他能够清楚的记得 我是哪月哪日给你记的什么信 然后你有没有回那个内容 对就是分门别类非常的有体系 他脑子里是有Excel表的 看他的写信 然后所以他的这个收集的也非常的全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 可以看到他自己本人的生活 他们和他整个家庭的生活 很多的细节 他自己的记录也非常的详细 所以能够看到他生活中间 真的很多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看 曾国藩家书的这个方面 但是看他的过程中间 又感到非常可怕的一面 就是看到他对孩子的那种严厉 他跟孩子写信的那样的口吻 比如说他给这个曾继泽 也就是后面也是大外交家 这个写信的这个口吻 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窒息 比如说上来就是 好好学习了吗 上次寄来的作业做太差了 然后就那种 然后结尾必然是 哎呀就是你不要交涉盈意 然后就一通的这样的道德说教 就是那种 你作为一个孩子的角度 就能觉得自己的生活 是被完全控制了 就你能想象自己 每天你爸给你发微信 然后跟你说 今天工作做的不行 上班摸鱼被我抓到了 然后或者是说 你这个成绩太差了 然后又被老师告诉 就是这种很可怕 让人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他已经是 把他自己在政坛上 以及管理他的下属的这一道 全都已经用在他儿子身上了 对 当然从中国传统的观点上来说 这个都是相通的嘛 对吧 父子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 任何其他社会关系的一个原本 那么后面均均沉沉的关系 这个模式都是相通的 这个就让人看得觉得 哎呀真是非常的有压迫感 然后中间又没有很多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的 亲密性的那种东西 就他也没有就说 就是很少很少 就说哎你怎么样 最近这个书读的有没有意思 开不开心啊 或者是说怎么样 很少有这种对于情绪的关注 所以就是你就看了以后就觉得 就是接到那个那个信 就觉得大王来巡山一样的 瑟瑟巴抖感 所以就那个让人看得非常的 我觉得这个跟我那个春节时候 看的一些资料 其实也有相通之处 就是我春节时候正好看了 相当于是不同国家之间 他讲的跟家庭没有关系了 但他讲到中国的那一段的时候 其实是在讲中国的 类似于整个从那个皇帝 一直到下边 他这个政治制度是怎么贯测下来 他说可能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我们的宗族是非常强烈的嘛 所以对于一个已经走上仕途的人 他要维持他相当于是这个 小的宗族为基础 他就一定是要在他的后代当中 培养起接着考科举 氏族的人 这是完全关乎到 他这个整个家族 甚至是在地方上势力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他没有太多的子嗣 他甚至是会去培养家族 比方说这个村上比较穷的小孩 比较有惠更 那我就去培养你 然后把你送上氏族 就这个是完全是 政治家庭这种关系 特别对曾国藩这样子 已经手握权力的人 交织在一起的东西 对他完全就纠缠在一起了 对他就没有办法 对他孩子有纯粹的爱 因为这就相当于是 以后还跟他的 那个整个家族的兴盛 是有关系的 这个的确是 但是又很有趣的一个是 其实你从他 别的书信中间 是能看到这个人 他并不是不是人的 但这个呢就很有意思 因为你能够从他 给他父母写的报告中间 能够看出他 其实有很人性的地方 比如说他给他父母会报告 就比如说 这个老婆又怀孕了 然后又要生了 然后这个新的小孩子 生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 其实他你会觉得说 哎呀他对孩子了解 比今天很多的爸爸 都是要多的 他知道孩子 什么时候开始学走路了 他知道孩子 最近吃的是什么 就他喜欢记录 因为 他喜欢记录 他可能需要记录 他需要报告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不管是 有意还是无意 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他是知道的 他知道孩子 什么时候生病了 当然那个时候 可能作为妇女 他没有办法出去家 所以孩子生病的时候 是他要出去找人 要出去找医生 所以就是 他是有参与在里面的 他是知情的 也是了解的 并且就是那些书信里面 写出来的口吻 他是高兴的 他觉得这个孩子 哎呀身体不错 养得挺好 然后这个让我很欣慰 让我很高兴 这种非常自然的感情 是有的 但是在 他一旦转换到了 他作为父亲的角色里面 给他的儿子写信的时候 这些就都消失了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间 对孩子的那种 非常自然的关切 经常就被和一些 非常功利的东西 绑定在一起 比如说他也有 偶尔他会问他说 哎你这个最近生病了什么 但通常下一句都是 因为你马上就要考试了 所以现在不能生病啊 哇这个就跟现在 很多父母的口吻很像 对 所以就一些很自然的东西 就消失了 这个是曾宏藩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地方 对 还有一个可能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是非常想 就是得到 真正的历史学者的 支持和帮助的 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 曾国藩给他女儿写的信 哦 他就是有很多女儿 然后女儿也是在家里面 应该是受到了 比较好的教育 是能够写 就是跟父亲通信的 但目前的留下来的 曾国藩书信的本子里面 基本上都看到 都是他和儿子的 或者和他自己父母的通信 我就一直非常好奇 他是没有给他女儿写信 还是说 他给女儿写的信 到了他女儿夫家的 那个藏书里面 就是没有被收在 他自己家的这个书信集里面 我其实非常想看到 他对他自己的女儿 是怎么样的沟通的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是 就是他女儿出嫁以后 就变成了他丈夫家的人 所以他的书信 就是曾国藩给他写的那些信 如果有留存下来的话 可能就在他丈夫家的 那个门下的史料里面 就好像那个班昭 比如说他在史书里面的记载 只要到他的丈夫家 曹家那个名下去找 才能找到他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是这个史料留存的原因 那的确是那个 万一听这期节目的 有历史写的 对 博士呀 说是呀 或者老师 赶紧来指证帮助一下 对对对 对这个是曾国藩 非常有趣的一点 然后到了梁启超这边 我觉得梁启超也是个 我特别又爱又恨的 一个作者 当然爱他也是因为 他这个人真爱写 他写得特多 而且写得又很快 而且他的孩子很多 他给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写信 特别是给他的长女 写了很多信 而且看他的书信 就有一种完全是打开心天地的感觉 其实他跟曾国藩的年龄 没有差很多 那个年代 也就是几十年的功夫 你就可以看 那什么叫做 山河日月星啊 那个信写的 就是他完全那个口语 首先是非常口语化的 然后也很少有什么说教 对基本上他给孩子写信 就更趋近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比较亲密的一种家庭对话 他可能会跟他说 我今天干嘛了 我今天就喝酒又断片了 然后或者是说 最近又拉肚子了 然后吃那个蟹 那个医生开的那个蟹油 好痛苦啊 不想弄 然后或者是说 今天我又去干了什么事 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就很多自我的表达 他也问很多 关于他孩子的自我的东西 对于孩子的情绪的关照 其实是很多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他给他的 后来成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 那个梁思庄写的信 当时是那个梁思庄 在海外投奔姐姐姐姐夫 然后在那边读书 然后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有些困惑 首先他就说 哎呀 首先你不要担心 对吧 年纪比别人小 中间呢 你也换过一些专业和学科 所以如果学习上 遇到一些困难 是很正常的 你先不要紧张 然后呢 他又给他的女儿提出 这个梁思庄提出建议 就是说那你去学生物学怎么样呢 这个学科很有前途啊 这个未来什么什么什么 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 可能小时候也都听过 然后又说 那你可以去找你哥哥姐姐帮忙 找找教授什么的 就是非常的正常 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人在说话 这是一个可爱的人 然后包括他给孩子的 写信的称呼 会是这个我亲爱的小宝贝 就是听众朋友们 上次你爸给你 给你发微信 说我亲爱的小宝贝 这还是哪年的事 都不知道 然后他会说这个 你说到我亲爱的小宝贝 他就是literally的 就这么几个字吗 看他给他孩子有很多称呼 他给梁思庄写信 就是我的宝贝庄庄 哦这个比较自然 但是他会写 我亲爱的孩子们 就是他会给一封信 写给好几个 好几个在美国的孩子 或者在加拿大的孩子 他会说 在对面大大小小的孩子们 因为当时是跨着太平洋 还挺可爱 就非常好调皮 非常可爱 然后非常的亲密 然后他自己的签名 都是爹爹记爱 太可爱了 对就是非常非常的 肉麻对吧 这样的一种称呼方式 在这个中间就能看到 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 父亲的实践 对当然梁启超也不是 那个时代就是唯一的人嘛 其实我们如果去看 他同时代的胡适啦 鲁迅啦 其实也都是 作为他自己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在家庭生活中间 也实行这样的 亲子关系的革命 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非常爱 梁启超的一个方面 当然同时又能够看到 他很多的时代局限性 比如说一方面能看到 他有很多时代进步的一样 他很鼓励他的女儿去读书 他给他的女儿找了 各种各样的资源去读书 当时哪怕是在日本流亡的时候 他带着他 他自己最疼爱的那个大女儿 也是想培养成接班人的那种 然后就给他找了很多的 家庭教师 也都是真的是用尽了资源 然后孩子成绩好 他都非常非常的 异于言表那种 我记得他有一封信里面 就给他女儿写 就说今天老师表扬你了 说你比在日本的男孩子 学的还要好 就你作为一个外国的女孩子 去学习 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高兴 包括他给他的女儿梁思庄写信 然后就鼓励他去读书 读自然科学 如果我们想想 今天的女孩子都会从家长那边 得到多少 你要去学文科 或者学一些适合女孩子的东西 你可以体会到 他当时那个是多么的激进 在当时的环境下面 但是另一方面 他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性别分工 又是非常的停滞 比如说他首先 他跟他的那个原配夫人 其实他的原配夫人 参与了很多 他早年的一些政治活动 包括一夫妻会 包括他早年 就是推广女学 因为在他的那个 变法通义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包括他的夫人 也帮助他去建设 那些女校什么的 所以其实他的夫人 一很有能力 二其实家境比他要好 第三他自己 其实他对于这个夫妻关系 也是有一些革新的想法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你看他的书信里面 显示出的那个痕迹 这个性别革命 就停在了想法和纸面上面 就你看他在家里面 其实他的日常生活的照顾 还是通过他的妻子 包括他后面 他还娶了一个妾 完全打破了 完全打破了 他自己当时的一些 政治的这个口号 那他的生活 是完全依赖于女性的照顾的 对 所以梁启超 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例子 包括他在书信里面 其实像我会很关注的一点 是这个父亲 你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 是怎么提孩子的母亲的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 那么在梁启超 给他孩子写的信中间 对他自己的夫人 其实是有很多的戏谑在里面 就比如说有一次 他给他的女儿写信 就说 我今天去哪个地方做活动 然后回来问你妈要什么 你妈就说 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首饰 他说你别听你妈瞎说 就是他哪会要这种玩意儿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 我知道他只想要一些 什么泡菜摊子 什么锅 什么这种实用性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你跟孩子这么讲 你适合吗 当一方面来说 就是老夫老妻之间 肯定有一些这种笑话 或者是这种相互调笑的过程 但是你会感觉到 他并没有很努力的 在孩子面前去 比如说维护他们的母亲 或者是帮助母亲 建立权威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 对 就他的这个革命 主要是在把这个 代际之间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 这个权威感和距离感 给打破了 但是在性别的 这个劳动分工方面 包括这个家庭中间 谁有话语权 这个方面 好像又停在了哪里 所以这个是梁启超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面 会有相关的资料去分析 就是为什么会有 这种的差别吗 再呼唤一下历史学家呀 当然这个其实也跟当时的 这个历史的背景 包括当时的家庭革命 也是一直被认为是隔了一半 在性别这个维度上 是一个不完全的革命 这个跟当时的很多的大背景 我想也是有一些相互呼应的 包括梁启超 他自己写变法通义 他去倡议女学 你去看他这个原文 他里面他自己的这个说辞 他自己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让妇女接受教育 并不是给妇女更多的自由 而是因为国家需要 而是因为妇女需要教育下一代 刚刚也是我的一个猜测 因为说比方说 他对他的下一代 会更加去push他们 或者推着他们 往外面去探索啊什么 也跟当时就是好像 清朝政府派很多小孩去国外 然后想要回来救国图墙 我觉得这个大的话语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对 其实他的对孩子 那样的一个培养 更多的是对于自己培养 下一代新国民的这样一个实践 对 从一定程度上 当然他对孩子的爱是真实的 你能看出那个情绪的表达 是真实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 有一个大的这个话语在那里 就是你个人的 让女性去上学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还是为了民族国家 一个大意去服务 那这点在性别的维度上面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明显 对 然后反观到 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利益的既得者 对 所以他如果真的是说 不去娶妾啊 或者他帮要付出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的确比较难 对 的确是的 特别是比如说 如果把他和蔡元培这样的人去相比 比如说蔡元培 他当时他在这个找夫人的过程中 他是明确写了 我不娶妾的 并且就是身体力行的做到了 可惜梁启超 没有把自己的裤带子关好 当然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他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了 他当时他的远配夫人 应该是只有一个儿子 就是梁思成 然后所以他当时应该也是 还想再生几个子嗣 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动因在那里 子嗣这个就是跟刚刚那个 曾国藩那又是一脉相承 的确是 然后到傅雷这边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本家书 就抛去他经常被作为那种 教化材料的这个身份之外 其实也很有意思 你看傅雷他给傅聪写了很多很多的信 不知道可怜的傅敏的信在哪里 就比较少 他给傅聪写了很多很多的信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是可以看到 傅雷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父亲 很有意思的部分 比如说他给傅聪写的信里面 大家平常通常的认知中间 傅雷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就是那种情童父亲嘛 对吧 就是会非常要求高 然后甚至会打儿子 不过在他的书信里面 也能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痕迹 好像说他自己对于 至少在纸面上 他对于这些行为是有点反思的 他会写说 之前打你打的实在太狠了 或者怎样 当然这个可能是 就儿子走了以后 突然想起来就很后悔 打不着了 什么就想了就很后悔了 然后包括他在一定程度上 他也是把傅聪 特别是在后期 当做一个平辈 当做一个fellow artist 或者是一个fellow art critique 一个同行去对话的 他会给傅雷写很多 比如说我读了什么书 我翻了什么书 最近又译不出来 觉得译得不好 或者这样一些同行的 这样一些讨论 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他有很多的指点 他有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太多的意见和建议 但他对自己 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他也会写他自己的工作中间的 一些困惑和一些困难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是他自己作为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的一方面 然后傅雷 我当时看他的这个家说的时候 也深刻的感觉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就是建国初期的那个那个时代 在他生活中间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烙印 比如说就看他的性别这个方面 他自己当时没有取切了 这个不再合法了 也是虽然搞过外遇 但是没有在法律上去实现 但是他自己在书信里面是会写到 就比如说今天看到哪个哪个女同志 他的这个工作业绩也非常的出色 也很佩服这样子 然后包括傅雷 后面也有女性的钢琴老师去教他 然后傅雷也经常去提醒傅雷就说 你要多跟这个老师学习之类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很有意思 比如说他的妻子朱梅妇是没有去工作的 这点我觉得还蛮好奇的 因为这个在当时的 在建国之后是吧 建国之后的城市的时代背景里面 女性要顶半边天呢 对是比较少数的 具体是为什么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这个可能还是要请搞历史的学者们来指点我 来帮我回答 然后另一个方面是 其实在傅雷对于傅聪后来的 有一阵妻子的这个指点中间 就能看出很多他的这个痕迹 一方面他们在刚结婚那个时候 傅雷就会给傅聪写信 就说你要帮助你妻子去发展 不要让他太多的时间给困在家庭里面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可以去请一个帮工嘛 在家里面帮他做掉点家 实际上让他可以去留点时间看书 可以去发展什么什么东西 但另一方面 他又会给那个儿媳妇写信就说 那你要你要赶快学做家务啊 不然呢让傅聪干吗 然后当时从我们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上 一看就是为什么他不干呀 傅聪干呀 就只要不是特别伤手指的 就是损伤业务能力的 他为什么不去干呢 你记账不能记吗 然后买菜不能买吗 就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这个程度 然后所以在这个中间 你可能看到就是非常符合 建国之后的性别话语的 那么一套性别观念 就是一方面女性要出去要工作 你可以工作 并且你做得好我认可你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家事当然也是你的 不然呢让老公干嘛 就是是这样一套非常 我们今天可能还延续至今的 这样一套 就是妇女既要又要 这样的一个话语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现在的想法 就是 一直没改变 对啊 那个家里的妻子 你当然工作干的 外在外面非常好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在家里边 你还是得要干活 对 而且你家里面的活 你一点都不能落 这个是要优先保证的 比如说他在有一些性里面 傅雷会鼓励他的 就是他这个话说的 就非常的宁吧 比如说他就跟傅聪说 你要让你的妻子发展自己 他并不是说 你要帮他多做事 当然就是他写过一两次 非常非常的短 但他主要那个话语 我记得他有次举了一个例子 是傅聪的那个女性的钢琴老师 然后傅雷就说 你看那个老师 他意志多么的坚强 他首先照顾丈夫 照顾孩子 然后把家里搞得井井有条 然后他还能每天坚持练琴 然后能够练到 还能够就是出去表演 这样一个水平 维持一个非常高的专业水平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 那为什么你就既定了这个人 他首先的任务 是要照顾老公 照顾孩子呢 为什么他的首先任务 不是去练钢琴呢 对就是你就觉得 这个就非常的荒谬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至今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一套了 对是 所以差不多就是 就这个就已经到建国之后了 对 然后改革开放之后 当然就是当时选取的文本材料 他因为不是加书加信 所以本身是有一些 我想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修饰吧 就是梅子涵和肖父亲两个作家老师 他们写自己带孩子 就作为父亲带孩子的经历 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梅子涵比如说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儿童文学的作品啊 然后看他写他带孩子的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 能看到很多 虽然他自己是祖籍是安徽的 但是在上海生活嘛 然后也能看到很多 大家印象里面所谓的上海男人的例子 比如说就洗鸡毛菜啊 一个一个的洗啊 就是能看到更多的他参与的家庭实际生活中的一些部分 当然这两位都是 就是目前还比较活跃的作家嘛 所以可能这个会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啊 包括有熟悉他们本人的 会更知道他们在家庭生活中间 实际的样貌是怎么样的 实际的样貌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真实的生活是跟他们自己的写作 是比较相似还是更有距离 我觉得这个就是的确 其实无论是从那个曾国藩一直到后来 我们都感觉就是 父亲对孩子的爱 肯定就是是真实的爱 但他们表现的时候真的就是被建构的 有这种建构 我感觉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得了 的确是 那这个当然不只是中国的父亲 真的不只是 全世界的父亲其实也都是这样的 父亲母亲 其实都是都是受到很大的大环境的建构嘛 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 我不让你看那个美剧白莲花 在在在这个春节看了他的第二季 然后第二季 因为讲了很多的两性之间的关系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挺能够跟这一集播客 你刚刚说的那些来对照而看 他当中有个家庭是爷爷 父亲和儿子 是不是三代渣男的那一家 你可以说他是渣男 他们到西西里去寻更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 对女性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比方说爷爷的态度就是 我怎么着都是可以去 就聊其他 即使他已经老成那样子 然后还一心一意认为 奶奶是到死都是爱着他的 就是女性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家里做个意大利面 然后他在外面怎么怎么着 花天酒地怎么着都行 然后到了父亲这一代 可能就会很痛苦 就意识到了自己给妻子带来的痛苦 给孩子带来的痛苦 但他还是忍不住要招妓 然后儿子呢也很扎的地方 就是一方面他就有点道貌安然了 一方面就是说 我意识到了女性的权利 就是但是在他跟一个妓女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他依然采取的是一种 我是在施于你的那种 就是是这种感觉 同情而不是共情的那种 居高临下的视角 非常居高临下 对所以就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其实的确是可以对着而来看的 你做完了这个之后 有相关的接下来一步的研究吗 我接下来一步 我是想把这个这几个 对于个例的分析 想看看能不能有更加广泛的记录 当然这个这个真的是要呼唤 做历史的小伙伴跟我一起来做 告诉我怎么样去找更好的史料 去看在这个这个更大的环境中间 有没有一些跟他们呼应 或者是相互驳斥的一些历史的材料 因为毕竟比如说 我们看到这些大的公众人物 都是一些例外 其实可以说 而并不一定是常态 虽然刚才说 他们的身上写带了很多很多 历史的烙印和痕迹 但其实他们毕竟还都是 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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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了 对那个时候毕竟全民十字律 就才百分之几 所以我其实自己非常想做的一个事情 是去看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怎么样的 当然这个就非常难了 就是对我们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来说 要找到这样的材料 不知道要找什么类型的材料 对 这个就有点像是当我们说那个 像曾国藩他们的家庭是一定 他要为整个宗族去思考 他整个家族做思考 就跟皇家一定要想着 我怎么把握住手握权力一样 那可能老百姓就完全不是这样 对他既没有能力也未必有知识 他也不一定有那个束缚 就好像之前我们说 那些大户人家的女子都是大门不冲 二门不卖的 那你要是生在一个市井小民家 连门也没有 那就是你两个人要出去搞吃的呀 那没有这个条件让你来 去卖菜卖豆腐 对呀 就是所以我想平民的生活 或者是更广大的群众的生活 或许跟这些知识阶层的生活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当时我记得在那个清末民初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公共的记录 当这个还需要更系统的分析 比如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报纸 就可以看到在报纸上面 大家怎么记录自己的家庭生活 比如说那个时候会有读者来信这个东西吗 然后就会看到 比如说申报这样的报纸上面 就看到一些读者他去写信 当然就是需要何时真假了 但是他会登一个读者来信 然后就说 哎呀我的父亲太可怕了 他时时想控制我 比如说我想去读高中 那个当时是比较高的一个学历了 然后但是他不让我读高中 他让我把这个钱留下来娶老婆 然后但是我想学习 我就很痛苦怎么办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编辑的回复 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或者是当时会有文章就写 就是一个散文帖 就写就说 哎呦隔壁人家有个特别可怕的男的 为了几个彩礼钱 强迫女儿去嫁一个有钱的 但他自己并不爱的人 就是就写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霸权的一个父亲 这样有这样一些记录 那现在你在看那个现在当下的父亲角色建构 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细节之类的吗 当下的父亲的角色建构 如果我们去看今天的社会的话 那可能要想的影响的这个因素 可能是有几个方面 当然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遗留 或者是说在对对他们的一些变革 就像量器超那样的一些实践 然后我们会想到目前的媒体中间 对于对于父亲的一些批判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力量 在中间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就比如说经济的力量 很多时候父亲的家庭中间的角色 是很大的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的 特别是因为父亲通常是被认为 是那个需要对外的这么样一个角色 他需要去挣钱也好 需要去要干嘛也好 所以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无法去忽视目前 比如说一种非常内卷的经济 对于父亲决策的影响 那很多父亲他确实是 他观念上面有一些改变 他也想做个人啊 他也想回家跟小孩玩不相吗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就是要加班 没有产假 就没有全国性的父亲产假 他就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这个是 就是经济对于父亲的一个 一个非常强大的影响 特别是现在包括社会 社会的这个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的 就是经受的经济压力 都是特别的大 那么尤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 那个要解决钱的问题的男性 他就会感觉到特别 比母亲甚至会感觉到更大的压力 然后另外一个是父亲的角色 其实很多程度上面 也受到一些国外的一些思潮的 这样一些影响 就包括很多男性会觉得说 我的家里面可能要扮演一个男性的角色 那什么叫男性的角色 那么对吧 这个东西当然自这个清末名初以来 其实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界也好 在民间 就在这个普通大众也好 对这个是有很多的反思的 那么从今天的父亲这边看来 其实这个他想象中的理想男性的这个特质 或者是样子 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 对 比如说今天的父亲就是经常被寄希望于 他可以跟孩子在一起玩 玩这件事情和男性的联系 本身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就是你能想象中国传统的士大夫 你能想象曾国藩跟他儿子玩吗 在想了曾国藩跟儿子玩 玩什么 可能那个什么骑马射箭可以 但那个也是正事 你得是要 打马球 对 那个是能想到最最 playful的事情了 但是今天就是很多父亲的 他扮演的角色都和娱乐绑定在一起 那么男性和娱乐和玩这个之间的联系 其实蛮新的一个概念 毕竟传统的男性角色里面 就君子和娱乐 君子不娱乐的 君子认认真真的弹琴 认真真的写字 当然你有五文弄墨的这样一些雅性 一些爱好 但他不是一个玩 他还是一个 玩物要丧志 是要丧志的 所以 对 所以今天的话 当然这个又和家庭生活实际有些关系 很多时候父亲被寄希望于 他是带孩子玩的那个 是因为他别的干不了 就是别的指望不上 我觉得是不是其实也是慢慢的受西方的影响 就比方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美剧叫做成长的烦恼 时代眼泪 暴露年龄 其实我采访过的很多家长都会提到这个 就是包括就是在80年左右出生的这一波家长 都是看着上海这个电视台 就是最早迎进的一批美剧吗 对 成长的烦恼当中的那个父亲 Jason Seaver 对 他就是一个非常会玩 然后跟孩子当朋友的那种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受到很多一些所谓西方文化中间对男性的想象的影响 还有包括现在很多的妈妈会说爸爸要带孩子做运动 运动这个事情其实在你要说在传统的男性标杆里面也是提不上台面的 对 这在中国的传统的这的确也不是君子做的事 对 也不是君子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还是也是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一些影响 就包括这个整个对男性气质的这个焦虑啊 都是有一种受到外界压力的这样一些一些成分在里面 其实是的 我觉得所有就是带着孩子运动呀 一定要就是组一个队呀 这个真的是西方 就甚至是因为我的小孩可能是在那个美国待的时间长一点 所有的体育活动的组织几乎全都是当地社区的爸爸组织起来的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种社会情况下面就好像显得全都是爸爸在带着孩子做运动 对 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西方近现代的情况 你就哪怕想到运动这件事情和男性的关系啊 我就哪怕是我小时候没有一个这么强的关系的 就女孩子也参加活动的 没有这么一个首先运动这个事情被私人化了 是要家长去参与 都是都是学校组织嘛 运动会 让大家去上体育课 跟着老师学个什么东西 对吧 没有这么多需要家长参与的成分 那我游泳滑冰还都是我爸教的 是吧 是吧 羽毛球 那你爸爸真的很棒 对所以这个这个是也是一些就是外来文化的一些影响 所以在我们讲今天的父亲的时候 其实是多种这样的影响 有这样子来自历史来的一些变革的一些遗产 然后有现代经济的一些影响 然后有一些外来文化的输入 然后和本土的一些碰撞之间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对 你要不要说一说那个就是各种各样 其他的力量对父亲的塑造 你上次跟我讲的就是那个产前培训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那个特别有意思 对对那当然其他这些大的因素的影响 其实就渗透和反映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间嘛 那么在学界的文献中间其实也会谈到就是对于父亲参与一个阻碍的力量 会是这些日常生活中间点点滴滴的一些一些影型的阻力 就像在职场上面点点滴滴阻碍女性的那些东西一样 其实你看起来非常的小 但是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的小 就好像很多的包括很多的商家在宣传亲子什么的过程中间 那些产品都是有意无意的是对标给妈妈的 他就target那个母亲 在爸爸去哪儿这个热播的真人秀出现之前 基本上你看亲子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跟妈妈在一起绑定的 所以他这样的一些广告的一些媒体话语 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 就好像你一个女性比如说走到商店里面说 我想买一个上班穿的衣服 然后卖东西人就给你看全都是男装 是一样的感觉 对所以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包括在这个我们今天已经谈了很多说 希望这个父亲能够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间 但是对他的一些信息 对他的一些支持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这是另一层的阻碍 就比如说像我看到这个有些这个公立医院里面 当这个事情本身很好 他会作为一种一种福利 会给新手的这个父母去举办一些产前的培训 告诉他怎么去育儿 但是你去看他的这个广告的话语 像比如说我自己有接触过的一些医院 他的这些广告话语都是target到妈妈的 比如说家长群就叫妈妈群 对是的 然后每次我都觉得就是我自己就做一个 很不识实物的人 当然也作为我自己的这个公众角色的一部分 我总是会跟那个群主说 我们可以改一个名字吗 因为其实在中文里面你就直接叫父母群 家长群 完全是有很多中性的或者是双性包含的词汇在里面 你为什么要叫妈妈群呢 这个不是你就把数字劳动又扔到了母亲身上吗 他会怎么说 像有的群主真的就改了 对 然后当然有的群主他会有自己的理由 就比如说他说我希望创造一个这个女性的空间 这个我当然是非常理解的 对 说妈妈群的时候好像更亲密一点 比家长群 家长群好像很正式 对 就好像是老师要发作业了 然后那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小的群叫妈妈群 更多的是一个女性自己相互抱团和分享 然后骂老公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这个我是能够理解 但有些比如说官方的大群 那个你叫妈妈群就很奇怪 我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 那当然如果我作为一个爸爸 我就不一定会加这个群啊 然后包括他们在 我记得我见过的有家医院 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产前的这个培训课程 他们会提醒啊 就说下个星期 星期几我们又要开某某某方面的课程了 他的这个广告话语都会说 妈妈们外婆们奶奶们可以准备起来 记下这个日期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你觉得那你觉得爸爸是不来参加吗 就很奇怪啊 这个事情 非常搞笑的是 我自己生产的一个医院 是一个是一个私立的医院 然后面向的也是相对来说 更国际化的客户 他在那个里面 某一年的这个父亲节 当时我还没有生孩子 我就怀着孕 我就拉我老公去 我看他们医院要组这个活动 我就拉着我先生 我说你陪我去看看 这个里面有些什么 然后我说你就当时支持我的工作 然后我先生说好 我们两个就去了以后 然后他那个里面是有一些 对于这个新生儿怎么护理啊 这样的一些知识 这个本身是好的 然后但是作为一个父亲节的 这样一个活动 他当时让爸爸们参与的环节是说 就把几个爸爸拉到台上 就说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男士到底会不会包尿布 然后他会不会收放这个婴儿车之类的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知识传播 和一个支持新手父母的活动 那你直接教他就可以了 对吧 你就直接说 那下面我们来教你一下 怎么去弄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 如果你用什么不会的 我们可以给你打一解惑 就是我会觉得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环节 当时把爸爸 几个爸爸像耍猴一样的 就拉到台上去 去展示这个 我当时就在想说 天哪 如果哪天有人在母亲节 或者妇女节的时候 突然就跟我说 我把你拉到台上去做一个数学 你给我看看表演一下 我会非常的生气 我会觉得非常奇怪 对 但是这样的一些 其实牛很难说 他这个活动是恶意的 我想他并不是有一个恶意的设计 但他在这个中间 他反映出来的假设是 我不觉得男性能会 我觉得他会的是少数 我觉得这是一个甚至 他并不是他生活中间的体验 而是我要把他拉上台来 表演表演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就会觉得他这个设置 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如果有爸爸真的做得很好呢 当时上去的几个爸爸 有了做得就挺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非常正常 那你就教其他不会的就得了 或者让大家相互学习嘛 这是让我觉得很正常 就比较正常的一个做法 而不是把他拉上去像一个 表演性质的 这么样去进行展示 然后当时拉人的时候 我老公立刻就非常的抗拒 他就说我想走 我说好的 我也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我们走吧 我们就出去了 他其实就没有鼓励那些 还没有参与进来 没有学的人 他是一种羞辱式的 对 他是一种羞辱式 奇观式凝望式的 这样一种所谓的教学 对 他甚至是没有考虑到 就是即使是女性没有学 这些也是不会的 Exactly 他应该一个假设是 所有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没有学的时候都是不会的 是的 是应该这样的假设 对 因为我老公他其实是 那个有兄弟姐妹 就像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其实就有抱过小宝宝 天哪 所以他是更早知道如何 因为小宝宝特别小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什么技巧 说头一定要搁在 拖着脖子 对拖着脖子很软什么的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这一点就证明 的确这个只要学了都会 这个跟你是男性跟女性没有关系 对 然后你哪怕是女性 你不学也还是不会 我不知道 我也一样 我是我们家更晚的知道 这些知识点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这些 非常非常小的细节 很多时候就把男性阻挡在外面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些未必是恶意设置的一些东西 但是因为它里面渗透了我们太多 对于男性和女性 所谓生来有什么能力 生来有什么优势的这样一些假设 像很多那个 我记得以前我去听学术报告的时候 听过有一个人 当时做了一个比较初步的报告 也是去分析在这些话语中间 有哪些是毫无必要的去把育儿这件事情 面向了target了母亲 而把父亲给排除在外面的 他就会发现哪怕是在美国一些 比如说政府的一些活动中间 其实都有这样的倾向 大家就无意的就把父亲 就又排除在外面了 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当我们说那个 父亲的这个角色是被建构的时候 其实如果再回到像 曾国藩富雷那个时代 其实有一些标签嘛 就比方说是一个严肃的 那个要不断不断树立权威的 还是一个类似于更加亲切 但是相当于要把自己给撇清 在家务室之外的 还是更加有意识地主动参与进来 跟小孩玩的更多的 就是这当中其实有很多种选择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分析 是说究竟哪一种 他可能对于这个小孩是更好的 对于母亲怎么更好 我当然是有自己主观的 就肯定他参与家务越多越好 但对于小孩呢 对于孩子来说 其实这个也是做儿童和青少年的 心理学中间一个重点的内容嘛 就是把落脚点落在孩子看看 当然这个对于孩子的影响 也是社会科学里面 整个对于父亲角色 关注的一个重点之一 就是觉得他不参与以后 会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他的视角也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想说的 首先一点是父亲对孩子的影响 其实是很难和父亲对母亲的影响 这个事情相剥离开来的 因为母亲也需要和孩子接触 很多时候父亲对孩子的影响 他是通过对母亲的影响来实现的 就好像说你丧偶试育儿 丧偶试育儿 首先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女性很累 对 很烦 你很烦就是想打人啊 就没有什么好说 你就是情绪很不好 对他就没有办法给小孩 更加细腻的观照 情绪上的照顾 对他就是过不过来了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其实父亲对孩子的影响 他既有一个直接的途径 又有一个间接的途径 那么父亲对孩子直接的影响来说 其实跟母亲的 你要说他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个在学界里面还有一些争议 但是目前的主流的来说 好像是并没有什么不同的 你对孩子好 孩子就喜欢你 他跟你关系好 其实就跟妈妈你打骂孩子 孩子跟你关系也不好呀 对 所以其实跟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 其实他的作用机制是非常相似的 你关心他 你关照他 你跟他亲密 那就比较祥和 然后那对孩子当然就有比较正性的影响 你对他特别的粗暴 你骂他 那不管你这个事情是父亲是母亲做的 那对孩子显然都没有什么好处吗 那爱而威权 就是跟他一起玩和亲密 就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呢 这两个其实 首先就爱爱和权威之间 这两个是不冲突 对母亲也一样 对吧 我们当然平常是既爱孩子 总得给他上些规矩 你需要教他一些社会的规范 一些合理的东西 那么对父亲其实也一样 这首先是不冲突的 并不是说 我必须要选择做一个绝对的增过番式的人 还是我绝对的去选择 做一个非常非常爱孩子的人 这个不需要选择 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实践 我们也知道 就这两者 他如何去平衡 如何去混合 是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 对于父亲后女母亲来说 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本身 他对孩子直接的影响来说 我觉得他是 他是跟母亲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养育出现的不同的行为 其实并不必然 是要跟性别扯上关系的 对吧 OK 那这就是这一期 我和李轩老师的聊天 希望大家对父亲的角色 会有一些新的视角和看法 也期待大家在评论区 和我们讨论父亲的角色 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或者你所看到 父亲角色的建构是什么样的 当然也期待你成为 生动活泼的会员 获取更多和节目有关的内容 以及幕后故事 查看本期节目的show notes 也就是我们的单集介绍 就可以了解加入的方式 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 所以我们才可以 不断不断地做出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